主持人ふ蕉 哈囉大家好 administered by me 我是aid umas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出外景啦 好可怕 Cause I am contacts 我不想掉下去 好啦不開玩笑了 那我們這集要做什麼呢 相信很多新手朋友剛接觸攝影的時候 一定都會先從風景攝影開始吧 那風景攝影會需要什麼呢 那就是腳架啦 對腳架是一個非常不可或缺的工具對不對艾莎 沒錯但是我們這集不是要拍腳架喔 那如果有新手還不太了解腳架的話 可以去看我們之前的腳架介紹喔 沒錯那今天不介紹腳架我們要介紹什麼呢 那就是我手上這兩塊剪光鏡啦 那剪光鏡適合的就是在什麼場合使用 又適合給什麼樣的人使用呢 我們等等就一一來告訴大家吧 好啦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我們要感謝STC贊助濾鏡給我們 很難得在台灣呢 也有在地的優秀濾鏡品牌 大家可以多支持喔 沒錯沒錯 那依佩你要不要簡單的說一下我們常見的 減光鏡啊 ND鏡究竟到底是什麼啊 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會使用到呢 好啊沒有問題那ND鏡啊其實它專業一點的說法就是 中性灰濾光鏡 那為了能讓新手朋友們呢 就是比較容易去理解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太陽眼鏡 那就是你的進光量變少 定而去保護到眼鏡就是太陽眼鏡嘛 那用在相機上的原理的話呢 就是讓進光條件就是比較少 那可以在白天呢用比較慢快門去做創作喔 沒錯那ND鏡為什麼叫做ND鏡呢 其實它全名叫做Nature Density 那就是取它的自首 所以叫做ND鏡啦 那ND鏡呢其實也有分級數的 那就是鏡片灰階的深度有多少 那通常呢你會在濾晶框上面看到像是ND2啊 ND16等等 好那現在我手上呢拿的就是64的ND減光鏡 那通常啊數字越大的話呢 深度越深 那這個深度的差別呢 剛好就是我們等於我們平常相機所了解的極速的差別 如果呢你想要降低一極或一檔的曝光的話 你可以裝ND2來削弱曝光量 那如果你想要裝 你想要降低三極的曝光的話 那就裝ND8的減光鏡 那就是以此類推喔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測試一下ND減光鏡的效果吧 那我們等等呢就是會拍兩張對比圖 那一個就是有加減光鏡 一個是沒有加減光鏡的 然後會用光圈先決的方式 然後來看看快門的變化以及拍出來的成品喔 好的那剛剛看完我們的照片應該就是可以了解到 裝了減光鏡之後啊 不管可以讓快門變慢而且不會過曝喔 是不是很棒 在大白天的時候真的是很讚 那接著就是接上我們的腳架的話就可以拍出就是 就是想浪花這種捲流感 然後還有白天那種接近的流動感的感覺 就都可以拍得出來喔 沒錯喔拍照呢看起來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呢你只要挑選一個你適合的減光鏡 都能達到非常理想的效果喔 那如果錄影的話呢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有玩動態攝影的朋友們都知道 你的快門速度啊通常都會調整在你的幀率的二倍分之一秒 舉例來說假如我是調二四針的話 那我就是要調五十分之一秒 對那晚上的話拍起來還好 但是白天的話就會變成一片死白大曝光 所以啊如果你想要維持你的快門速度 又想要大光圈的話 就要靠NV減光鏡來幫助你啦 沒錯那減光鏡的話裝上去啊就可以改善你 只能夠開小光圈這一點啦 那你就可以開大光圈又有美美的前景深效果 就會非常的漂亮 那因為因應就是各種環境不同的光線啊 所以你不可能說你帶了好多塊不同級數的減光鏡 一直做更換這樣不大很麻煩 你又要花一堆錢買同樣口徑不同級數的減光鏡 所以啊就是有一個非常厲害的發明出現 這個就是VND減光鏡啦 它是可調式減光鏡 那多虧這種VND可調式減光鏡的發明啊 讓我們就不用帶那麼多的減光鏡出門啦 那VND的學名是什麼呢 是Therible Natural Disability 那常見的話就是有兩個規格 一個是ND2-1024 一個是ND16-4096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VND的結構吧 它是由兩片鏡片兩個環所組成 藉由旋轉前面這個環來調整減光級數 這樣透過濾鏡可以看出來深淺的變化 而它的原理則是利用兩片具有細微光炸設計的鏡片 在轉動濾鏡框時 光炸會因為平行或交錯重疊來決定透光程度 環相也會標示刻度可以清楚的知道目前所調整的ND指數是多少喔 所以啊如果你是想要往就是拍攝這種動態影片的方向前進的話 千萬不要小看這一塊小小的VND鏡喔 它還可以就是讓你不用一直更換濾鏡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千萬不要小看它喔 如果已經有一片良好的VND鏡的話 一定會讓你的動態攝影制度更加順利更加棒棒喔 嗯沒錯 但是呢使用VND鏡會有一個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佩你猜猜看是什麼 是什麼啊 仔細看喔 當VND調整到一定的位置的時候 會在畫面中產生十字紋喔 喔那這是VND故障還是瑕疵嗎 都不是喔 這算是光學上的物理現象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完全消除 不過呢還是有些依據可以參考的喔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張表格喔 這是由STC提供的 那一片VND呢會因為焦段的不同 所產生十字紋的極數也不一樣 好那基本上呢 越廣的鏡頭啊可用極數會比較少 那相反的長焦鏡頭呢就會比較吃香喔 不過我也有看過一種VND鏡啊 它是會限制轉動的範圍的 似乎這樣好像就可以避開十字紋耶 嗯不過啊其實這樣子是比較 有一點小小不吃香啦 因為如果你是要用同樣的口徑不同焦段的鏡頭 去做更換的話 那可用極數可能就會變得比較少一些 像可能我原本望遠的鏡頭 我明明就可以再多轉一點的 欸但是被限制範圍了就反而轉不過去了 所以這樣是稍微比較小不吃香啦 因為畢竟一塊VND的價錢其實蠻昂貴的 如果有機會就是我可以整個全部的極數都能用到的話 好像是比較划算一點的選擇呢 好那我們減光鏡的介紹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那通常在挑選減光鏡的時候 通常會選在ND4到ND64之間 那除非你在大太陽底下進行更長的曝光 才需要用到ND128甚至ND1000喔 沒錯那減光鏡除了在風景攝影以外 還有什麼更多創意玩法就等你來發掘啦 那有什麼問題也歡迎在就是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千萬也不要忘記幫我們訂閱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更多CKTV的影片喔 那我們這集就到這邊啦 下次見 掰掰 還有請討論一下 今天請討論一下 為何但是找人 找人 感谢观看